以前的照片就真的是照片 因为和真人并没有多大区别 很多人相亲 给没人要一张照片就行了 根本就不用见面 就可以定终身 现在的照片只能叫仅供参考 比如说我没人要照片了 就是亲自见上一面 以后再见面都不一定认得出 现在除了美颜滤镜 还有个东西叫化妆 已经先进到了盼落两人的地步 今天我们就看看明星 未成名之前素颜照 最后一张懵了 如果不说名字 你知道这是哪一位明星呢 仔细看 还是能看出依稀的影子的 没错 这是高圆圆 那时候拍照的水平并不高 但更接近于自然和本真 现在拍摄水平高是高了 但却偏离了真实 高圆圆的素颜照 还是颜值担当 青春靓丽 不失粉带 巧笑叛息 令人沉醉 这是林志玲姐姐的美照 当年的她身材 颜值 都是上乘 虽然有些瘦弱 但符合大多人的审美观 因为以瘦为美 还是很流行的 这样的林志玲 显得青涩 却是一个标准的美人胚子 令人过目不忘 这是刘嘉玲吗 想了半天 竟然没有想起更好的词汇 会赞美她 原谅我此穷 天生丽志 也莫过于此了 五官精致 身材婀娜 美目寒情 配上一些乌黑的长发 这样的女子 能醉人 这是刘涛 无论脸型 眼睛 美貌 都像极了现在的样子 这不过是小一号的刘涛 和现在比 只是被适当的放大 且放大的恰到好处 造物主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此 素颜的刘涛 青春可人 是梦中情人的样子 这是刘亦菲 或者说 这是小一号的刘亦菲 因为她的颜值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更好看 更成熟而已 刘亦菲的妈妈 也是颜值担当 金是个重要的东西 刘亦菲小时候 就撑了上眼万年 这骨子灵气 很少有人超越 这个相信很多网友都认不出了吧 客观说 这样的颜值 只能算中等 也就是大堆上的人 没有亮点 也没有明显的短板 但她是柳妍 一个美到骨子里的女子 只能说 你大事八遍吧 这是谢南 依稀能看出现在的影子 眼神 酒窝 调皮灵动的样子 和现在几乎没两样 只是略显成熟了些 这样的素颜 是大多人青春时的样子 青涩 美好 难忘 留恋 这个不用说 所有人都能看出是杨妮 素颜的她和现在变化不大 瓜子脸 大眼睛 典型的东方美女该有的样子 如今的杨妮 早已成为一线女星 事业有成 活成了令很多人羡慕的样子 张柏芝当年是无愧于女神的称号的 青春到了极致 看看之前的素颜照 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 只是张柏芝经历了太多的波折 但无论如何 他依然活得很精彩 这是周杰伦小时候的样子 看起来已经有了一些明星发 酷酷的造型 和现在比那时的她更加青涩 这是周比畅 这样的素颜 比化妆都好看 清纯亮丽 不失粉带 梦中情人也不过如此吧 因为一首笔记本 周比畅在乐坛 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年少时的她 气质就已经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 这个是张紫怡小时候的样子 和现在对比 还是能看出相似的影子的 如果不说出答案 相信也会有人猜出吧 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老照片吧 这是青春回忆的名证 而回忆又给了我们青春 我是万象博文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建议 细静的观看